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在文书施力菩萨让善财童子开始来参访之行的时候呢 文书施力菩萨交代了四个求善之士的基本态度 这四个态度一定要银记在心 否则就会发生今天这一卷 善财童子所遇到的心理障碍 那四个态度呢 求善之士 勿生脾屑 见善之士 勿生验足 于善之士 所有教诲皆因随顺 于善之士 善巧方便 勿见过失 这四件事情是帮助我们在求善之士 成就一切智的过程中 能够真正的对于所有的法门 可以全面的吸收 全盘的接受 而成就圆满我们的智慧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学习会终止 都是因为自己心里面产生一些障碍 不是因为懒惰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够多了 不需要再学 或者是对于学习的对象产生怀疑 他值不值得我学 他的这个行为是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所以我们要学习 必须要先克服自己心里面的障碍 不管是懒惰心 或者是傲慢心 乃至于分别心 这个都是我们在圆满一切智的时候 会发生的障碍 因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今天这一卷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省思 上才童子来到了第七餐 修舍优婆仪的地方 这修舍优婆仪是对应 第七不退住的法门 修舍优婆仪住在一个庄园 叫做普庄园园 上才童子进入了普庄园园 发现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 太庄园了 重宝圆墙周扎围绕一切宝树行列庄严 不但有树有花 而且这个花呢 散播着一种非常清静的香 那整个园区非常的舒服 让大家呢 一到这个园区里面就感觉身心有一种宁静之感 而且这里面呢 还有百万的殿堂 百万的楼阁 百万的宫殿 都让人目不暇击 那里面呢 除了这个百万楼阁之外 还有一万个浴池 一万浴池里面 有香气 也有孔雀等等的 这种奇珍异寿 还有天子 才女 菩萨 都住在这个园林 常常在听闻修舍优婆仪的 弘法 那这些都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修舍优婆仪 他似乎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修舍优婆仪正坐在真经座上 他是长什么样子呢 他呢 头上戴着珍珠的网子 头罐 保穿 头发是干青色的 这个干青是蓝色里面最深的 接近紫的蓝色 我们现在啊 大家流行染法 其实早在修舍优婆仪的时候啊 他就已经有这么漂亮的头发 而且他不是染的 他是天然的 那他的身上呢 穿着很多的阴落 很多的宝物 那这个修舍优婆仪啊 看起来他的装扮是雍容华贵 那这最重要的是 他不是只是啊 披荆带银 身着阴落 身边呢 还有很多的众生 围绕着来听闻佛法 这一些大众 他是很高级的 这些天王都来听法 东西南北四维上下 十方的大众啊 都在这个园中听闻佛法 那这个修舍优婆仪啊 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设受力呢 因为只要来见到他的人 一切病苦 惜得除灭 一切烦恼 完全解脱 他就像是佛一样 见佛得度 这个优婆仪 让一切大众呢 碰到了 就能够 有得度的因缘 所以这个上台童子啊 进入这个普庄园园 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对修舍优婆仪 产生无比的恭敬心 他就来请法 他说 我已先发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未知菩萨 云合学菩萨行 云合修菩萨道 所以他来请法了之后呢 希望修舍优婆仪 能够告诉他 修舍优婆仪回答 善男子 我为得菩萨意解脱门 这个解脱门 有什么特别呢 若有见闻意念与我 与我同住 供给我者 西部堂捐 所以凡事呢 来看我的 听说我的名号的 或者是思念我的 跟我住在一起的 来供养我的 通通呢 都会得到这个解脱门的加持 所有的功德 西部堂捐 那这个菩萨的这个解脱门 有什么特别呢 他说若有众生 不众善根 不为善友之所设受 不为诸佛之所互念 就是没有善根 或者是没有善知识的引导 或者是诸佛菩萨呢 没有这个加持 没有互念的话呢 这个众生呢 是不可能见得到我的 所以意思就是 善财童子 你今天能够见到我 就是因为你具足了 一切善根福德的条件 所以呢 见到我的人 他其实福报已经具足了 那见到我之后呢 就能够啊 得到了这么大的利益 所以 其有众生得见我者 皆于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或不退转 那东方有佛 西方有佛 常常来到我这个 普庄园当中 为我说法 这个地方啊 它不是普通的地方 所有的佛呢 都会来为我们说法 善男子 我常不离见佛 文法 与诸菩萨 而共同住 我们住在这个园当中呢 就是来修行 大家一起在这个园当中呢 发菩提心 在这个地方精进 所以 所有的众生 只要住到这个园当中 就能够入不退转位 那善财童子就问啊 圣者 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为九敬也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发这个心的啊 是最近才发心 还是很久以前就发心呢 修始优婆仪就回答 我从过去啊 这个燃灯佛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发心了 那燃灯佛之前呢 离构佛的地方呢 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发心了 那再往前呢 有无数无数的佛 如果要回想啊 那过去 次第三十六 恒河沙佛所 皆兮成事 恭敬供样 文法受持 竟修犯恨 所以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原来呢 是已经啊 很早以前 就已经种下一个 得度的因缘 就发了菩提心 三才童子就问 圣者 久如当的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说 如果我们发了 菩提心之后 那什么时候 将成佛呢 修舍优柏仪说 菩萨呢 他在发心的时候啊 他不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菩萨 不为教化调幅 以众生而发心 也不会为了 教化调幅 摆众生 也不会为了 教化调幅 不可说 不可说 转众生 而发菩提心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呢 他不是为了 要圆满一个诗愿 或者是摆个诗愿 或者是不可说 不可说的诗愿 他是为了 做什么 教化调幅 一切众生 惜无余故 而发菩提心 他说 教众生 度众生 供养众生 他必须要 有一个发心 什么发心 叫做 稀无余故 所以呢 意思就是啊 要发一个 无尽的心 简单来说 菩萨以儒世等 百万阿僧其 方便行故 发菩提心 因此 如果呢 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 才会结束这一切 那没有 这么一天 因为 严禁一切 是借禁 我愿乃尽 把一切众生 烦恼习气 尽 我愿乃满 因此 你要问 时间 那这个时间 叫做 没完 没了 没有 尽头的 时间 所以 善财同志 就问啊 这个解脱门 这么的殊胜 请问 他的名字 叫什么 因为前面 只有讲 有一个解脱门 他说 这个解脱的名字 叫做 离幽安影床 解脱门 只要遇到了 受持 修行 这个解脱门的呢 就会让 一切的大众啊 离幽 而得 安影 所以修舍尤婆仪说 我为之慈解脱门 如诸菩萨 摩赫萨 他的心啊 就像大海 他的心 就像须弥山 他可以 带给众生 一切的安慰 那除了 我这个法门之外呢 我现在再来介绍 你下一位 叫做 皮木取杀仙人 这个仙人呢 他的解脱门 也很特别哦 所以 善财同志呢 就往皮木取杀仙人的地方呢 来 出发 皮木取杀仙人 对应 童真柱的法门 这个善财同志 见到皮木取杀仙人的时候 是在一个大树林当中 这个树林 是非常庄严的 里面还有 正正的香味 那善财同志 见到仙人 就坐在一个沾坛树下的草座上 领图一万 这个图众啊 非常特别 他们都是现外道身 所以有的是穿着路皮 有的穿着树皮 有的穿着草皮 这个衣服啊 都是天然的 那他们这个修行的方法很特别 他们都在听皮木取杀仙人 开示 三才童子 见到皮木取杀仙人 就说 皮木取杀仙人 我现在想要来跟您请法 听说啊 您很会说法 希望皮木取杀仙人 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来修行 发菩提心 皮木取杀就看看他的徒众 就跟大家讲啊 他说善男子 大家看哦 这个童子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而且呢 这个童子啊 要发心行菩萨道 非常的了不起 那听到的这个赞叹之后啊 这一万个仙众啊 通通都拿 他是最上的供养 来供养善财 而且呢 在赞叹他 这个童子啊 一定可以 普度一切众生 救护一切众生 一定可以啊 让所有的大众 远离三途二道 乃至于 也不用去见阎罗王 所以大家就在赞叹 这个童子 发菩提心 很了不起 因为皮木取杀仙人 他们的师父 就这么的称赞大众 这么称赞善才 所以这个大众呢 就很欢喜 可是这些仙人 他知不知道 皮木取杀仙人 为什么这么称赞 这个童子呢 皮木取杀仙人 就来告诉大众 为什么我要称赞他 其实因为他已经发了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 所以这个 我是称赞他的发心 不是称赞他 这个人哦 善男子 若有能发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必当成就一切智道 此善男子 以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当尽一切佛 功德地 所以能够发心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值得大众来称赞 不管他的身份是谁 所以皮木取杀仙人 就告诉善财童子说 我得到了菩萨 无胜闯解脱门 得到这个无胜闯解脱门 他的境界是什么呢 善财童子就很好奇 这个外道啊 我们一般就讲外道的法 为什么他称为外道 因为他的法叫做不就境 那现在这个外道 是不是如我们一般 所遇到的外道一样呢 他的目标是要升天 这个皮木取杀仙人 他告诉他说 我得到的法门 是菩萨无胜闯解脱 那我们就知道了 他就不是普通的外道 因为他要修的是菩萨行 他要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 究竟境界 因此他虽然献外道身 但是他其实是菩萨身 所以善财就问 那仙人您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呢 结果皮木取杀仙人呢 就抓住了善财的手 抓住他的手 结果善财当下 被他的手一抓 就看到自己啊 就现身到无数的佛前 见到了佛 而且听到了佛法 然后供养佛 然后又见到了 他在这个佛的 十方佛的地方 不管是一日二日三日四日 乃至于无量节 就在这个佛的这个地方呢 修行 所以这个看到了自己啊 自己就现身了 实在很神奇 听到了佛法之后呢 他自己就得到了三昧的加持力 所以这个是善财童子 身心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一种殊胜的感受 好 那仙人就把善财的手 放掉了之后呢 善财童子就发现 他刚刚所感受到的 这种奇异的现象啊 就回来了 消失了 那这是什么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一双手真的很奇怪哦 而且这个法门呢 是好奇怪哦 仙人一抓到我的手 我的全身呢 就完全就进入了一个 另外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时空 所以善财啊 经过了这种境界之后啊 他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这个境界啊 有实际亲生的感受 仙人就跟善财问啊 就问他 善男子如意念也 你还记得刚刚的那个感觉吗 善财说 是啊 哇 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这是善知识的力量啊 哦 仙人你真的好厉害呀 哦 啊 仙人说 善男子 这就是我的法门 无胜床解脱法门 如果呢 菩萨成就 殊胜的三妹 那他就会跟我一样呢 在一切的时候当中呢 都能够证得这种自在的法门 好 你想想看呢 我们只是被他抓一下 就有这种感受 那他自己本人呢 一定是啊 随时随地 都在这种境界当中 所以他说 这个法门 叫做无胜床解脱 能够成就一切殊胜三妹 就能够成就这个无胜床解脱门 三男子 下一个我的好朋友呢 就是有一个婆罗门啊 他的法门是比我厉害更多 他叫做圣热婆罗门 你一定要去跟他请法 三才童子一听啊 这个法门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下一个一定更厉害 所以呢 就一行就往圣热婆罗门的地方呢 非常的欢喜 一直呢 期待着要见到圣热婆罗门 好 到了第九餐 这个圣热婆罗门呢 是我们十住的最后第九 法王子住 过了这一关 就要到第十灌顶住了 那在这个大功告成之前呢 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三才童子来到了圣热婆罗门的地方 他看到啊 圣热婆罗门正在跳火坑 四面火炬犹如大山 中有刀山高峻无极 不但是跳火坑 而且火坑里面还有刀山剑术 我圣热婆罗门呢 他就在这个山上啊 头身入火 跳到这个火坑里面去了 圣才童子啊 见到了这个奇异的景象 他就在这个旁边呢 就喊着圣者我已先发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请问圣者啊 你可不可以来跟我开示 菩萨要怎么修行呢 结果婆罗门就跟他说 善男子你现在啊 如果能够上刀山下火坑 那么你的菩萨行啊 一定就会圆满哦 所以给他的法门呢 就叫他呢 跟他做同样的事情 爬上刀山投身火炬 诸菩萨行惜得清净 善才童子一想 天啊这个是什么法门 得人生难 离猪难难 得无难难 得敬法难 得执佛难 举猪根难 闻佛法难 与善人难 这些都很难得 我现在都得了 那结果呢 现在这个圣者普罗门 竟然叫我放弃这些东西 我跳下去不是死了吗 我跳下去不是就是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吗 所以善才呢 在这个时候 心里面就产生很大的疑惑 此江非魔 魔所使也 这难道该不会是魔吧 或者是魔王派来的吧 江非是魔险恶土挡 乍现菩萨善知识相 这个圣者普罗门 该不会是魔子魔孙 他心怀险恶 而且呢 乍现菩萨知识相 准备要让我死于非命 障碍我修行 那如果我现在啊 听他的跳下去 不是就完蛋了吗 那我还要求什么一切智 还要成什么佛 这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他心里面啊 就产生了这种很大的怀疑 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十千犯天 在虚空中坐如是言 他说善男子 你不要这样想 你不要这样子想哦 莫做事念 莫做事念 今此圣者的金刚燕三昧光明发大 精进度诸众生 心无退转 所以这个发心呢 是不得了的哦 我用我自己的经验来为你宣说 我们啊 饭天 住在天上 都觉得自己最厉害 所以这个世间呢 大饭天王啊 是最厉害 所以我们就在饭天上呢 觉得我是世界的主 结果我见到了婆罗门 武热赤身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修这种行啊 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全身呢 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安住在我最厉害的这个境界 心不乐着 于诸禅定 不得滋味 皆供来意婆罗门所 我们不能做主的就来跟着婆罗门修行 他说这个法门真的很奇怪 这个婆罗门呢 就为我开示 开示之后呢 我就知道啊 我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只有佛才是最厉害的 要发菩提心 要发菩萨的大愿心 才能够成为世间最厉害的 所以我前面的厉害呢 经过婆罗门为我说法之后呢 我就放下了我的傲慢 你看这个婆罗门 他一定可以让你得到究竟法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饭天来说法 也就算了 刚刚呢 三才同志怀疑 甚至婆罗门是魔 现在魔王竟然现身 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宝藏 来供养婆罗门 而且呢就告诉 三才说 婆罗门在修行的时候啊 他让我们的魔宫 完全失去了光彩 让我的所有的庄严 皆如俱末 完全黑黑的 哎呀 本来啊 我很喜欢自己的宫殿 沉溺在其中 结果 这个婆罗门呢 一修行 哎呀 让我呢 根本就待不住 就跑来跟婆罗门 请法了 婆罗门为我 说法的时候啊 哎呀 我真的觉得 我以前呢 最喜欢的那些东西 一点都不喜欢 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只有呢 修菩萨行 是最有魅力的 连魔王都现身来说 这个婆罗门的厉害啊 这个实在是 太神奇了啊 那再来呢 自在天王也说 那我们呢 都是在自在的境界 结果婆罗门一开示之后啊 我才知道 什么才是自在 这是佛法 才能够真正自在 得到三昧 才能够真正自在 得到一切的佛法 才能够真正的 得大自在 所以经过了 这些天人 天王 天女 乃至于天龙八部 魔 来献身 证明 婆罗门的教法 是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信仰 三才童子 他感觉呢 非常的 不好意思 就跟婆罗门 忏悔 他说 圣者 我在您的这个地方呢 身不善心 惟愿圣者 容我悔过 希望呢 您接受我的忏悔 婆罗门就为 善才 说法 他说 菩萨 一定要顺 善知识教 一切无一句 安住心不动 你对于善知识的教诲啊 你不要怀疑 你也不要恐惧哦 当你真正的 依教奉行的时候呢 你一定可以 成无上诀 所以婆罗门 这样子 讲完之后 善才童子呢 就去跳火坑了 吉登高 刀山 自投火炬 结果 还没有 跳下去 火坑的 中间呢 就得到了 菩萨 善助 三昧 跳到火坑 碰到火焰 又得到了 菩萨 吉尽乐 神通 三昧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 假使热铁轮 再如顶上悬 终不宜此苦 退失菩提心 在还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 火坑是恐怖的 地狱是吓人的 所以要行菩萨到进入娑婆世界 对于不发心的人来讲 他就像火坑一样 恐怖吓人 但是当发了菩提心之后 还没有进入火坑 就得到善助三昧 才进入了娑婆世界 进入了地狱 进入了火坑之后呢 你会发现 菩萨因为有菩提心的加持 所以菩萨在火焰当中 其实他的身心 是在极尽的清净之乐当中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 就能够保有 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极尽自在 所以这个是 善才童子的身心的感受 他说实在好神奇呀 如是刀山及大火炬 我身处食安隐快乐 到底这是什么境界呢 菩萨们就告诉善才说 这个是菩萨无尽伦解脱的境界 如果呢 菩萨他能够发菩提心 他就会成就这种功德焰 所以我的火坑的火呢 是功德之火 不是业障之火 这个功德火 能够烧除一切的众生的知见 这个知见的障碍 让我们产生见惑 我们要用智慧的功德焰 来破除我们的见惑 让我们生起 无懈怠之心 无怯弱之心 在菩萨道上 能够肯定 能够勇敢 遇到任何境界 不要怕 因为我们有菩萨的 无尽伦解脱门加持 到哪里都能够化险为夷 遇难成祥 所以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法门 这是圣热婆罗门的法门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三个法门 第七的修舍优婆仪 是黎幽安影床解脱门 是很舒服的 看到他都好快乐 第八 皮木取杀仙人 他叫无尽伦解脱门 被皮木取杀仙人一抓手 身心啊 就放松自在 到十方世界去听法 到了第九 圣热婆罗门 突然呢 跟前面有很大的反差 竟然叫我们要跳火坑 看起来是很恐怖的 很痛苦的境界 其实呢 是让我们很快乐 很自在 超过前面 前所未有的感受 叫做无尽伦解脱 所以其实啊 我们都是预设立场 因此 差点错失良机 还好善才童子 他有很多的善知识 这一路走来呢 这个天人 都在看着 善才童子的修行 在紧要关头 赶快现身 劝发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退失啊 他后面呢 就没有五十三餐了 这还得了 那我们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所以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这一卷里面 就可以看到 文殊菩萨 为什么前面尊尊教诲啊 因为啊 这的确 有一些善知识的方便善巧 真的好奇怪啊 那希望呢 大众 如果我们遇到了 很奇怪的人 你就要知道哦 这是一个反向的教材 这是菩萨在考验 我们有没有求法的心 希望大家呢 保持这种发心 来接受 所有一切的法门 要相信 自己发心之后 所有的安排 都是最刚刚好的 我们最需要的 今天的开示 这是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